8月30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北京举行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 当前 阿富汗局势动荡复杂 针对阿富汗局势是否会影响新疆的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向回应称 不管外部形势如何变化 新疆都将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 不管外部形势如何变化 我们都将牢牢把握新疆工作总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 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如泰山 确保新疆各族群众的生活安定祥和 确保新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 不管外部形势如何变化 我们都将不管风浪起 稳坐钓鱼船 中国是阿富汗最大邻国 中国新疆与阿富汗接壤 东伊运等恐怖势力一度在阿富汗聚集 对中国新疆的安全稳定构成直接威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 伊丽江阿纳一提在会上强调 新疆坚决打击东伊运等恐怖势力的决心不动摇 任何破坏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长期以来 东伊运等恐怖势力为打倒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 提着宗教的外移传播暴力恐怖思想 山众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 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新疆坚决打击东伊运等恐怖势力的决心不动摇 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决心不动摇 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决心不动摇 伊丽江阿纳一提表示 希望阿塔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划清界限 为地区安全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恐怖势力是反人类 反社会 反文明 是国际社会共同打击的敌人 我们也希望阿塔同东伊运等一切恐怖组织 划清界限 以坚决有效的打击 为地区安全稳定及发展合作 烧情障碍 发挥积极作用 创造有利的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